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龙鼓声响彻全场 舞台上的舞者们一个个全身灌注挥洒汗水 从表演中恍惚让我们见到了来自于深山庄的壮博与野性 他们是原住民艺术表演团体南达舞纪 在台湾 一部由原住民所组成的表演艺术团体相当的少见 南达舞纪将台湾原住民族群的传统歌谣 舞乐 舞蹈 拥有现代剧场元素 此传统文化与创意结合 创造出一种有别与传统 但也不失风可入味的创作演出 我们的目标是说 可以栽培更多 更多有才华的小孩子 然后借用这个团体这个舞台 来发挥他的才华 这样子也借用这个艺术 文化艺术来去教化这群小孩子 因为当初来这边的小孩子 几乎也可以讲说是 不怎么听话的小孩子 这样子 这些原住民孩子 除了来自于单亲或是情侠庭外 有很多人有着自己的故事 原本就脾气很暴躁啊 就是爱闹事的那种 对啊 然后现在到这边就觉得 很多道理都自己慢慢懂了 这些孩子在进入南达舞纪后 有很大的成长改变 但对于张成长来说 他们现在尽管已经着重长大 在他眼中却还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需要照顾 台北市南机场附近的老球公寓 有许多独居老人住在那 一群大学生之工组成了探访团 访问这些爷爷奶奶 为他们记录下生命故事 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心 这一间 就是小小的就是一个窗户 然后旁边一个小柜子这样而已 刚去到以为是楼房 但没想到下去之后是 类似一种地下室吧 那又去看过他的房间 其实就是只能摆了下一张床 然后一张桌子 衣櫷大概就没了 发现他其实以前的生活 真的是很苦很惨 那自己也离过婚 然后老公也不怎么养家 然后儿子又遇到那种种的事情 反正就是觉得他能够撑过来真的是 很有一股很坚持他的力量 今天我们采访的爷爷是高龄90岁 之前住在四川 那因为跟政府一起来台湾 所以现在住在南机场这里 那我们就开始去采访他的时候 那个爷爷很热情地招待我们 虽然我们很全力地拒绝 但是他还是抵不过他的热情 我们还是接受他的招待 那过程中爷爷也不吝啬地 展现他唱歌的技巧 我们也听得很入神 因为爷爷唱歌那个歌声真的是 真的是深入我心 刚刚我们看到的只是南机场故事片段 完整报导欢迎上PayPal点阅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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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讨阅 是的 таким 还是想说